本院委员姚文志等13人 二十年来,德国人得来不易的言论自由如今面临中国官商的压力,媒体集中垄断自由,钳制言论之隐忧,因此自定一个特定的节日。一则纪念郑南荣先生不惜以生命换取自由的精神,二则定期检视台湾言论自由发展的状况,意义深远。行政院应该将4月7日定为国定言论自由日,是否有当?请公决案。 本院委员姚文志等13人